庄严神圣的绘画作品 以及给人带来希望及充满信心的天使 这些画作都是宋山区和光天使一郎 创办人郭佳秀的心灵反射 他历经低潮人生 透过朋友介绍开始接触心灵创作 开启了不一样的创作人生 就是认识一个朋友 然后又走出来了之后 在2020年的2月 然后我也是有机会接触到了能量化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画能量化 然后透过绘画的方式 然后就是完全走回 真正走到内心 就是把自己的内心打开了之后 所有的一切也透过绘画跟艺术 然后全部都有所转变 接拜墙面上挂着多幅鲜艳作品 有森林还有海洋 这些创作都是来自新瑞艺术家 萧宇省之首 和光天使一郎 长期透过举办艺术体验及作品展览 希望将空间变成艺术家的摇篮 让喜爱艺术的人 拥有美好的交流空间 就是透过艺术 不只是绘画 可能未来会邀请各领域的 今年有来做 就是邀请各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来画 本身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同 然后他们的创作的构想 跟方向就会有很新的 基于艺术的内涵 带动更多相同兴趣的人 聚集在一块彼此交流 创办人更获邀前往意大利 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将与37位艺术家 透过艺术进行两国岛屿文化交流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丰厚艺术涵养 记者圣秘轮 采访报导